親愛的朋友,我現在所在的地點就是 明天中安住總主教就職大典的場地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在這個場地內開始各項 以預習以及各項佈置的工作 然後這個時候會有個福祭 然後拿聖水來,主教會灑聖水 像祭台,祭台灑聖水 所以我就在聖爵下方插了一顆大心 就是整個心形,然後圍著這個聖爵 那正好就是主教的那個墓灰的圖騰 就是這樣來心包聖爵 事實上這個就是那個大心包著聖爵 明天中安住總主教呢 將在這裡舉行就職大典 同時洪山川總主教 也會將墓障來交給中安住總主教 各位親愛的神父修女 主內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大家平安 我的救死典禮是明天 我今天特別跑來 來看看大家 也跟大家致謝 我來是要帶給你們生命 帶給你們更豐富的生命 這個是主耶穌祂告訴我們的 所以我們聽了這句話 我們就感覺到心裡面很舒服 因為是主耶穌基督 祂親自要帶給我們生命 很豐富的生命 不過這個耶穌祂祂要帶給我們生命 祂會藉教會的神職人員 祂藉著教宗 藉著主教 藉著神父 或者是修女 或者是我們的教會的牧領人員 把耶穌豐富的生命 要帶給我們大家 那明天就在我們當中 就產生了一位新的牧人 把他從嘉義把他調上來了 拍掃拍掃 歡迎一起來 雖然這位牧者 在嘉義已經服務了12年了 跟教員們 或者跟整個教區的人都很熟悉的 那因為教宗的意思 我們要聽話 就把那個牧者 就把他調到台北來了 當然 為我們杜先生生活者 我們常常在尋找天主的旨意 那我們清楚的知道 天主你的意思就是要我 來服從你的旨意 那我就拋掉一些人為方面的 或者是家庭的 因為有些姐妹 兄弟也是說不要去的 我們以為要見到你很困難 有一些人為的聲音 就把他放在後面 還是做天主要我們做的事情 所以從明天開始 我要配搬大家 我要跟大家一起 讓我載我們 謝謝 周安柱總主教 台北總教區這個職務 同時也將帶領 台北總教區的天主子民 邁向新的紀元 表賊 一 一 二 二